老子要退婚 姑娘大婚当日故意把自己打扮得七丑无比 痛苦不已 为了改变和亲的命运 明玉心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次日明玉便瞒着雍灵王 独自带着侍女 赶上了姐姐和亲的马车 客栈中明玉简单将自己的计划 告诉给了婉姻 我自由发送 让她退婚 随后姐妹俩便换了服饰 明玉就此代替姐姐 踏上了前往和亲的路 谁知半路上 一名被稀奇追杀的黑衣人 突然闯进了明玉的房间 见对方并没有恶意 明玉还好心地替对方打了掩护 向门 由于几天前 她的父皇被稀奇的毒 为了帮助肖承煦顺利到达西起 明玉便让她扮作自己的车夫眼儿 两人就此达成了短暂的合格 次日是女真儿看到明玉脸上的红尘 顿时惊呆了 不禁好奇她是从哪知道的伴 明玉闻言漠不作声 反而是掀开帘子去看萧承煦 看着她帅气的侧眼 面纱下明玉一脸笑了 稀奇宴会上 世子司徒坤正与巫女寻酒作乐 明玉则假扮姐姐晚音上了大殿 这时明玉便将自己亲手秀的香囊 献给世子作为新婚礼物 看着如此精致小巧的误解 司徒坤更是心愿一马 要求明玉立刻将面纱摘掉 谁知明玉却以害羞为由拒绝了她 只给未来的夫君一人看呢 明玉说完当即转身离开 被勾起好奇心的世子哪里同意 并摘下了她的面纱 等看清明玉的长相 司徒坤瞬间被吓得大惊失 随后更是寒情默默的 对世子进行了一番表白 世子可千万不要退婚呢 退婚 明玉故意般地提醒 顿时让世子恍然大悟 当即叫嚷着要把明玉退回雍临 眼看计谋就要得逞 怎料却被稀奇的国师阻止 表示这门亲事 是西齐王亲自定下的 就算要退婚也要等西齐王回宫再说 明玉见状十分失落 但也只能不甘心地暂时离开 房间中明玉不禁抱怨起来 要不是那个国师 如今恐怕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正当她与侍女继续商量退婚的办法时 不等明玉出门查看 肖承煦再次出现 很快世卫便搜到了明玉的寝宫 不顾侍女的阻拦直接冲进屋里 屏风后肖承煦躲在了浴桶里面 明玉则披着头发警告侍卫 不允许再往前一步 可世卫还是不死心地表示 让明玉整理好容装他们再进去搜查 明玉说完竟然大胆地开始脱衣服 肖承煦顿时被这一幕惊住 急忙将头栽进了水里 门外的侍卫为了自己小命 也只好 雍临有两位郡主 一个温婉贤淑 一个奔放豪烈 而肖承煦两次跟明玉接触 觉得他怎么都不像是温婉 感谢观看 来到了寝宫 却被身后的萧承序抓住 并下了自己亲手调制的毒药 此时茗玉也从停封后缓缓走出 看着光发如玉的脸颊 林太医当场愣在了原地 既然你都知道我们的秘密了 那你应该懂得要怎么做 林太医文言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表示萧承序父皇的解药在太医院 必须自己亲自去拿 片刻后两人便乔装打扮成事物 跟在林太医文言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暗示我是刺客对吗 萧承序一气之下 就要杀了林太医 他这才老实交代药柜后面有个案子 里面是真的解药 萧承序为了父王的安危 决定带着林太医一起回到大圣 为防止林太医再闹出妖蛾子 萧承序将一颗毒药逼迫他吃下 林玉紧接着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他让林太医向司徒昆会谋 自己得了十亿不宜昏陪 并且十亿已经开始传染 他不光是长得丑 而且还有一病 话音未落 明玉假模假样的前来看望司徒昆 这可把他吓得够强 毫不留情地让明玉离开 司徒昆一想到他曾送给自己一个香囊 更是嫌弃地扔在地上 生怕自己也被传染 最终不顾国师的阻拦 当场写下了退婚书 这边明玉成功地带着萧承序和太医出了程 后知后觉的萧承序这才发现 从头到尾他都被明玉利用 成了他毁婚的助力 询问明玉何时请自己去看看 明玉文言玩耳一笑 最好各奔东西后会无期 说完明玉就要转身离开 萧承序看着他的背影 嘴角止不住的笑容 他早已喜欢上了 这个机灵鬼怪的姑娘 等萧承序回到大圣国后 稀奇的太医成功给皇上结了 众人纷纷夸赞萧承序的能胆 皇上也高兴地合不拢嘴 直夸萧承序 缘分不浅的两人再次在草原上重逢 萧承序还要抢走他马上的红花 明玉文言立刻急了 抢走他的红花可是要向他求 萧承序文言顿时一愣 这才知道抢了红花就要向对方求亲 心中也起了逗弄明玉的心思 故意表示他希望未来的妻子温柔贤淑 才不像明玉这么泼辣 当即把红花给了他 留下明玉生气的来到河边 回想起当初一眼惊艳的萧承序 明玉心中的气脑瞬间烟消云散 脸上的笑容隐藏不住 这时萧承序前来找他 明玉一时间心虚的有些慌神 直言他躲在背后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萧承序正想反驳 却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响声 两人急忙躲在 地情报 便商量前后包抄他 不料明玉一转头 两人的脸近在咫尺 鼻尖交错的那一刻 两人的呼吸瞬间缠绕在一起 这让明玉顿时红了脸颊 等回过神来 萧承序立刻上前堵住了奸行 表示只有吸气才会用苍蝇传递消息 蓝一人见状就要逃跑 刚好被明玉一脚踹倒 两人配合默契 成功按住了奸行 谁知他却再次说 明玉及时扑倒萧承序 这才躲过一劫 可这却让奸细有了逃跑的机会 并在离开的途中发射了一支银针 萧承序为了救明玉隐身抵挡 看着他脖子上的银针 明玉顿时担忧不已 急忙拉开他的衣服看伤 看着明玉关心的模样 萧承序顿时心动不已 连说话都变得结巴 明玉剑留下来的是鲜红的血 察觉到没有毒这才放下心来 随后明玉贴心的帮萧承序 擦了擦汗 让他等在原地自己去 来到雍临 要接婉英郡主去旅行婚约 只因退婚书上 只有司徒坤的轻易 没有王上的英允不能作数 一旁的贺兰克 当场嘲讽稀奇的小人作为 雍临王也表示 两国联姻早已破裂 不存在和亲的说法 可使者却出口威胁 藐视稀奇 稀奇定会出兵讨伐 雍临王文言十分生气 却也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为了雍临的平民百姓 不再遭受战务 只能让婉英去履行婚约 婉英得知此事急忙跪地哭求 司徒坤乃 婉英身为君主 身上担负着无法逃脱的家国使命 妖怪只能怪敌强我恶 雍临并没有与之一战的实力 婉英文言瞬间贪倒在地上 只能任命般准备代价适应 痛心的名誉也在此时意识到 身为王室女子的无奈 与此同时大胜过皇宫中 皇上猛然吐了几口鲜血 这让一旁的皇后大吃一惊 急忙让人去请太医 原来皇上中的毒只是暂时遏制住 时间异常反而是越发的严重 皇后文言心中一惊 她从没想过让自己 也得到了父皇病重的消息 来不及和名誉告别 连夜快马加鞭地赶回大圣国 见到面前冰冷的灵鹫 肖承旭悲痛万分直接跪在地上 心中十分后悔 没有见到父皇最后一面 肖承旭重重磕了一个头 深夜皇后看着面前的儿子 心中苦涩不已 思虑在三心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让儿子远离皇室争斗 保全性命 随后他独自找了三皇子 直接开门见山地表示 皇上的遗诏便是把皇位传给肖承旭 可他的儿子没有四大亲王的助理 恐怕在这场夺位风波中 会有性命危险 若是三皇子想登上王位 皇后便会全力辅助他上位 他绝不会让人知道皇上的遗诏 随后立刻转身离开 皇后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错话 三皇子是多么自负的一个人 怎么会欣然接受施舍般的皇位 为了保住自己儿子的性命 皇后当即决定为皇上殉葬 免去三皇子的后顾之忧 这边肖承旭来到母妃的寝宫 打开门却看到 已经上吊身亡的母妃 肖承旭悲痛欲绝 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两天之内他痛失了两位至亲 直接哭晕在了三皇子的怀里 一旁的名誉见状心疼不已 早已泪如雨下 肖承旭若是知道 自己的母亲为了他而死 会做出什么举